糟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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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原本就是 姜餓 姜餓 我說的也行呀 姜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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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麽說他能聽懂嗎 我這麽過去跟他說他能聽懂嗎 聽得懂 還有什麽要吃呀 糟餓 姜餓 我要燜肉 就是紅色的燜肉 燜肉啊 還有豬頭肉 豬頭肉 這個地方叫做蒼門城牆 有城牆後面 通天氣之意表示吾國將得到天神保佑 哦這是吾國呀 反正這個地方很有來歷 真不知道是人工的還是天然的 反正玉玉都是可福啊 在那裡找到飯館也難不住好吃貨 歡迎大家收看新奇的文革餐店 今天咱們還是在蘇州的山塘街這邊 有一個老店 光緒年級的老店 杜三針 就在那邊 這麽排的這個小堆呢 是一份一份切好的 就可以在這麽買 然後那麽也是排的人很多了 那麽嘛 它是半支半支的買 買的量要大 這麽買的量要小 所以分流了人家給 對 鹹的來三個 不鹹的來倆吧 現在都是鹹的 那個是不鹹的是吧 那個是不鹹的是吧 都是鹹的 那麽可特別貴 裡面是糯米的 糯米裏面包上肉餡的 再煎熟了它 來排隊了吧 都是些蘇州本地的老大姨啦 老大叔 他們那過來買 遊客也有跟著買的 但人這個地方雖說是井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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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 应该夏天吃这个糟鹅 鹅最肥 尝一尝吧 杜三针 嗯 鲜 有个鹅的那个 鹅的那种 特有的那种鹅膳 还是什么东西那种味道 它在西中市这个地方 杜三针 你说是光绪年间了 这个 我老汤这多少年 就炖这些东西 糟鹅就是咸的 盐水鹅 一吃鹅就激动 鹅鹅鹅 不如入我肚 虚向向天哥最后还是要下锅 这个夏酒绝对棒 就这个什么散皮抓皮的 这个鹅身上油骨 那个鹅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 我也说不上 还是油 这个酱鸭味是不是红了呀 咋下的酱鸭 甜咸 不是番茄酱 鸭的这个肉质更紧致 这个鹅就没有鸭的肉质紧致 是甜味的 这个酱鸭像是 所以说是甜的 一块一块酱鸭也能就两瓶啤酒下去 我看都点这个 酱鸭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的东西 刚才几个大鱼全是买酱鸭的 都中人特别精细 吃东西要按季节 这个又甜又咸这种味道是啥意思呀 我真第一次吃这种东西 又把它做了甜又把它做了咸 真的很矛盾 这些东西一共是买了三十块钱的糟鸭 然后三十块钱的酱鸭 还有二十块钱的那个 串团子 一共花了八十块钱这一堆 便宜啊 你在一个景点 大城市的景点 你在我们那个景点 你八十块钱 你啥都见不着 实实在说 苏州人民还是比较那个的 我在人家苏州的景点吃东西 我感觉还真不贵